月入28万元的一家支持,妹妹结婚都要瞒住她。 日本爱女優虽然受到许多人喜爱,但在日常生活中难免还是会受到异样目光,甚至家人排挤,以一名池田锡拍过200部以上爱的女演员,接受日本富士电视纪录片节目专访时透露,初到15年曾经月入100万日元元28万元台币的她。 被家人断绝往来,妹妹结婚,祖父母去世都没有告知她,因为她是一家支持。 据宅宅新闻报道,在20岁离家初走到东京时被爱女心探发现,被问到要不要拍爱女时,她立即答应,就此进入了爱女界,如今则成为一名独立演员,主要演出情色电影,舞台剧,还会在爱女里充当临时演员。 对比过往月入百万日元的生活,现在她妹自出演舞台剧的薪水只有4000日元,约1110元台币,爱女林颖约2万日元,约5552元台币,她如今租住在狭小的公寓,饮食经常就只是超商食物。 然而当她回忆三位,池田兮,那段日子甚至相当悲痛,因为家人觉得她是一家支持,去会不会照她,她连妹妹结婚和祖父母过世都是事后才知道,家人甚至挑明就是故意不要她参与。 妈妈说虽然爱我,但也要顾及妹妹的幸福,我真的很伤心,她自嘲一意孤行投身当爱女女优才会自作自受。 除了受家人排挤外,池田兮其实过去还透露过担任爱女优的后遗症,日本,来世杂志去年底层才防应退的八名爱女优,其中就包括池田兮,她表示以前做爱就是工作,现在反而会想拿不到钱的话,为什么要跟男生做爱呢? 爱的达人一见换春秋过去在池田兮退时曾发文介绍,她表示池田兮一出道就走重口味路线,堪称当年重口味最具代表性的女优之一,而且据说她本人一直非常享受于被虐的快感中,所以才能在重口味的作品中演出极为自然,甚至乐在其中。 一见换春秋也指出当年池田兮在全盛期时不但爱的作品很多,甚至还接到电视台的通告,事业相当得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